上回书说到韦小宝带着清兵 再去尼泊楚的路上 遇见了华伯斯基跟齐罗诺夫 韦小宝知道 他们一定带来了苏菲亚公主的消息 指挥大队人马到了尼泊楚 扎营下载之后 韦小宝就把这两个人带到自己的寝账 我说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见我还有话说呢 是啊 华伯斯基就坐在了韦小宝的面前 公主殿下呀 让我们对中国小孩大人说 公主殿下十分的想念你 你要知道 这个罗煞的男人 可比不了中国小孩大人好 一定请你去一趟莫斯科 韦小宝听完这几句话心中就想了 这一回我是奉康熙皇帝的旨意解决罗煞的问题 我可不能上了苏菲亚的当 他这句话 他这句话约我到莫斯科去 这纯粹是给我喝一碗罗煞国的迷魂汤 我可不能轻易相信 齐勒洛夫一看 韦小宝在思索 亲说这个小人现在长大了 跟当初可不一样 他也慢慢的凑到了韦小宝面前 中国小孩大人 公主殿下另外还有几件事 要请中国小孩大人办理 您瞧这是公主殿下送给您的 他说着话呢 就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铜样 韦小宝一看 这链底下呢 有一个皮子做的隔囊 华伯斯基呢 脖子上也挂着一个 一看齐洛诺夫摘下来 他也摘下来 而且两个人一人拿出一把钥匙来 互相就把对方隔囊上 这个小铜锁给开开了 然后把两个小隔囊恭恭敬敬 放在了韦小宝的面前 韦小宝就把这隔囊打开 窗碰一倒 哎呀 原来里边放的是几十颗宝石 倒在桌子上彩色缤纷 灿烂辉煌 这大宝石 红宝石 绿宝石 黄宝石 还有钻石翡翠 韦小宝生来 见的珠宝可不少了 但是这么多大块的宝石聚在一起 这也是头一次看见 韦小宝明白 这里可不能白送啊 韦小宝一笑 请问公主送我这么重的礼物 她到底要干什么呀 啊 我可受不起呀 华伯斯基就跟韦小宝说 公主殿下说了 如果中国小孩大人 扮成大事 还有更贵度的礼品送给你 他一旦准备好了 有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哥萨克 达达 瑞典 托斯 波兰 还有日尔曼 丹麦 一共十国的美女 美国一名 大俄 这十名美女 年轻貌美 都是处理 没有一个寡妇 公主殿下说了 全都送给中国小孩大人 哎呀 韦小宝这乐呀 我说 我已经有七个老婆了 我都应付不了 再有十名美女 这中国小孩大人 立刻就得一命呜呼啊 花不思计赶紧就摆手 不不不 不坏不坏 这十名美貌的处女 公主殿下早已然准备好了 我们亲眼看见了 一个一个长得像玫瑰花似 那皮肤就好像牛奶 声音就好像夜莺 美小宝一听 怦然心动 就那一个苏菲亚的公主 黄黄的长头发 我摸着就够好受的 再加上各国的美女 全是处女 哎呀 请问你们二位 公主殿下 到底让我办什么事 齐罗诺夫说 第一件 就是两国和好 公平划分将界 从此不再交兵 魏小宝先说这好办 小皇帝正是要如此 派我来办这件事 这件事肯定能办得到 但是我也不能轻易答应他们 我得吓唬吓唬他们 哎 我问你们两个 就你们罗刹国西边 有一个瑞 瑞什么国 他们可派来使者 要跟我们联合一起出兵 东西加工罗刹 把你们国家平分了 到那个时候 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 不大不小的中俄罗斯 黑俄罗斯 白俄罗斯 五颜六侧的俄罗斯 各种美女 要多少有多少 不像你们公主殿下 那么小气 这事情办成了 美国的才送一名 也太寒碜了 他这胡说八道 把这两名罗刹兵给吓坏了 其实呢 当时瑞典国王 查理十一世在位 他是个非常英明 能干的少年君主 他确实有意东征罗刹 最近呢 依然把大队兵马 远远的向东开发 莫斯科的朝廷中文武大臣 为这件事非常发愁 这俩人一听 怎么 瑞典竟然要跟中国联盟 罗刹国虽强 但是腹背受敌 那就坏了 尾小宝一瞧 两个人的脸色 知道自己虚晃一招 已然生效了 我告诉你 因为我跟苏菲亚公主殿下 是甜心好朋友 我怎么能答应 那瑞什么国的蛮子呢 现在我们中国皇帝 还没拿定主意呢 如果罗刹国确实 诚心跟我们求好 我可以啊 把那个瑞什么国的使者 赶出去 让他回国 这两个人一听高兴极了 就站起来了 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 您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家里呢 是吧 您周六周日的时候 有空的话 来参加咱们联谊会吧 咱们这次大型联谊会 已经是第四期了 您现在是我们 你们俩说话不讲理 我跟苏菲亚公主是甜心 我也不能杀别的国家使者的人头 再说 人家这位使者 已然送了我许多宝石 还有十几名美女 我这一刀也砍不下去 你们说是不是 这两个人心里琢磨 原来瑞典国家义迁就 先送货后收钱 这手可比我们漂亮多 幸亏这个中国小孩大人 是我们公主的甜心 否则的话 这件事可真糟糕了 华伯斯基又说 公主殿下 要请中国皇帝陛下准许 两国商人 可以来往两国国境 自由通商 小孩大人 两国商人来往要密切了 公主就可以时时刻刻 写信送礼给大人 魏小宝心说 他骂了 要是一碗罗煞迷魂汤 照你这么说 两国通商 公主是为私不为公 齐洛多夫赶紧点了点头 是是是 完全是为了中国小孩大人 我可告诉你 现在我不是小孩了 我已然跟你们说过一回了 你们不可再叫我中国小孩大人 两个人赶紧给魏小宝 身上拘立一功 是 我们称呼您中国大人阁下 大人阁下 这中国大军来到泥布楚干什么 难道说你们要攻城吗 哎呀 你们放心吧 我已然答应公主两国和好 不再打仗就是了 那好 我们就多谢 多谢大人阁下 华华博斯基一看魏小宝比较高兴 马上又说 还有一件事 请大人阁下开个方便之门 我说你们俩啰嗦什么呀 啊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成了 不是 公主是千叮咛万嘱咐 因为公主听说中国的桥梁造得非常好 不管多宽的大江大河 都可以用大石头造桥 下边还不用石柱桥顿 公主心爱中国大人阁下 也爱上了中国的东西 所以请大人派几名造桥的工匠技师到莫斯科 造几座中国的神奇石桥 公主殿下天天见到中国的桥 在桥上走来走去 就好像天天见到大人阁下一样 韦小宝不明白 西说这罗莎的迷魂汤是一碗一碗的惯了 公主特别看中了我们中国的石桥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她当时不明白 啊 就这么办吧 公主要想我呢 石桥就不用造了 工程太大 我送给她几条中国的四面棉被啊 几个中国的枕头啊 让她抱着睡觉 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两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同时跟美小宝说 啊 大人阁下 这个棉被还有枕头 过几年就得烂了 还是派人给我们建造石桥吧 其实美小宝认为这是阴谋 当时啊 罗莎的朝廷对造桥的技师需求殷切 他们知道中国造桥的技术是高于天下各国的 见到中国的宏伟石桥都是赞赏不止 为什么中国造的石桥就可以横跃江面 底下不用支柱呢 所以罗莎国是羡慕中国的科学技术 其实并没有什么阴谋 韦小宝就这么想 你们越想要的东西 老子越是不给 行了 知道了 你们俩下去 这两个人不敢再说 就退下去 韦小宝接着传下了命令 让大将撒不速 彭春跟把喇 每个人捅摔一只人马 绕到尼布楚 城北城南城西 打着咽喉要路 截中尼布楚罗莎军的退兵 而且又可以阻住西边来的援军 韦小宝就亲自统帅中军驻扎城东 罗莎的钦差大人 奉命前来谈判的这个人叫费药多罗 他在城头之上一看清兵扎营了 马上就备好了礼物前来看了 双方立刻谈好了谈判的条件 第一呢 就是恳求中国为了谈判 立刻撤兵 不要离城太近 韦小宝当时就答应了立刻传令 自己的兵呢 就驻扎在什尔克河一栋 其他三路人马呢 全都退到山中号令 然后双方约定好了 会见的地方呢 就设在尼布楚 跟什尔克河之间的中央 韦小宝答应了 由我们清兵来搭帐篷作为会谈之所 第二个条件就是两国的钦差只能带随缘四十名 第三个条件就是两国各出兵五百 俄军呢就在尼布楚城下列队 清兵呢就在河边列队 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条两国使者还有护兵亲位 美国只能带二百六十人除了刀剑之外 不准携带任何火器 一夜的工夫帐篷搭好了 第二天早晨 韦小宝索额图还有同国纲带着随同人员率领二百六十名藤牌手 就来到了会所 这时会儿尼布楚城门大开 走出来二百多名哥萨克的骑手 每人是一口长刀 当中间就冲拥着罗沙国这位官员 这个同国纲一看气坏了 他奶奶的 这个罗沙国太狡猾了 弹好了每边带二百六十个兵 他们多了二百六十匹马 好啊咱们谈判的时候可得留点神 因为尼布楚这一带 向来无所管束 中国跟俄国两国的疆界也没有划分清楚 到底这个地方应该属于罗沙呢 还是属于中国呢 双方都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刚一见面还没谈判的 一下吧双方就打起来 尾小宝就说呀 说你们罗沙国在中国铸造了一座城市 难道说这地方就算你们的了 天下没这个道理 可是非要多罗用手指的尾小宝 我告诉你这是恶国的地方 俄罗斯人在这建成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在这建成 这就证明尼布楚是俄国的地方 你们中国亲台大人阁下说这是中国的地方 有什么根据 尾小宝还真答不上来了 他想不出主意 气得尾小宝就骂呀 好家伙 这一通大骂 就把这个罗沙非要多罗他们家的祖宗三代 凡是女性全都骂 他骂的什么话呀 骂的是扬州话 而且尾小宝骂的这些话 都是扬州市警监最粗俗最低级的话 甭说北京人听啊 就是扬州的绅士淑女 都未必能听出一句两句 何况索额图 佟郭刚这些奇人 九居北方根本不知道尾小宝骂的是什么 那罗沙人就更听不懂 可是这非要多罗 听中国这位亲台大人 一通嚷 嚷完了之后哈哈大笑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揣摩尾小宝的神色语气 知道他是发怒了 跟着 要看他纵声大笑 他就更摸不着头脑了 请问贵使 你的长篇大论适合指教 贵使言辞深奥 必人学识前漏 难以通解 请你逐句 慢慢的再说一遍 以便领教 尾小宝他会说点罗沙话呀 所以他现在又用罗沙话跟这个费要多罗说 我刚才说了 你太不讲理了 我呀 让你祖母来做甜心 做老婆 在座的翻译官 虽然说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没想到这位费要多罗 微微一笑 啊 不错呀 我的祖母是莫斯科 出名的美人 她是彼得洛夫斯基伯爵的女儿 原来中国大人阁下也听到过我祖母的燕鸣啊 彼人实在不胜荣幸之志 只是可惜呀 我的祖母已然死了三十八年了 尾小宝一听 她祖母死了三十八年了 那好啊 我要你的母亲做我的甜心 做我的老婆 这句话说出来就从费要多罗 没开眼笑 更高兴 大人可笑 我的妈妈也出生于名门望族 她的皮肤是又白又嫩 她还会做法国诗 莫斯科城中有不少王公将军都十分崇拜我的母亲 我们俄国有一位大诗人写过几十首诗赞扬我的妈妈 她今年虽然六十三岁了 相貌还跟三十几岁的少年妇人一样 中国大人阁下 将来要去莫斯科 逼人一定介绍你跟我的妈妈相识 要结婚恐怕不成了 做甜心嘛 只要我的妈妈答应还是可以 中国的翻译官看得很奇怪 原来 这洋人的风俗跟中国不一样 如果有人夸赞她的母亲 夸赞她妻子长得好看 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搞得十分荣幸 比称赞她自己还高兴 韦小宝错会了意义 以为对方怕了自己 既然肯拿她的母亲来奉献 有一拜自己做干爹吗 她满圈的怒火 立刻没了 啊好好好 以后如果去莫斯科 一定到你府上做客 她也高兴拉着费要多罗的手 两个人迈步就走进帐中 双方的随从人员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跟着鱼冠而入就来到帐内 韦小宝这些人呢坐在东边 费要多罗这些人就坐在西边 双方坐好 中国手下有人伺候着七省查理 费要多罗就跟韦小宝说 毕国摄政女王公主殿下吩咐了 这次划分将界 我们是有极大的诚意 不过双方必须公平 谁也不能欺负对方 因此毕国提出 两国以黑龙江为界 江南属于中国 江北属于我们俄罗斯 划定江界之后 俄罗斯的兵再不能渡过黑龙江往南去 中国的兵也不能渡过黑龙江往北去 微小宝气坏 我问 亚克萨城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呢 是在江北啊 这个城是我们俄罗斯人所造 当然在黑龙江江北之地 是都属于我们俄国的 微小宝啊 气得 甚至过去给了一嘴巴 但是强压怒火 心说我现在谈判呢 我问你 这个亚克萨城 城中有座小山 它叫什么名字 非要多罗 回头问了一声 手下的随从人员 根据就回答微小宝 这座山叫高竹略山 微小宝懂得罗沙语 这三个字就是中国鹿的意思 告诉你啊 我们中国话叫鹿顶山 你知道 我封的是什么爵位吗 啊 阁下是鹿顶宫啊 用我们的罗沙话说就是高竹略山宫爵呀 好啊 你还知道 你要说亚克萨城是你们的 你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 明知道我是鹿顶宫 干嘛把我的鹿顶山占走 岂不是让我做不成公爵吗 啊 不不不 中国大人阁下 我绝无此意 我问你 你是什么爵位 啊 彼人是 乐莫诺夫法 猴爵 为小宝一听 什么 乐莫诺夫法 他要把他的本事 拿出来 啊 你的方译叫 老猫 拉石法 他这个罗沙国 要听中国人说话 大改其他意思对了 他就承认了 啊 正是正是 哎呦 伟小宝心说 瞧这这封地的别扭 叫老猫拉石法 好啊 那么这块地 就是属于中国的地方了 非要多罗大师一惊 哎呀 必然的封地 是在莫斯科西边 怎么是中国的地方呢 伟小宝 不理他这茬 我呀 告诉你 你给我回答一个问题 从我们中国的京城北京 要到你的老猫拉石法 一共得有多少路程 得走几天呢 呃 必然算算 从 洛莫诺沙法到莫斯科 一共五百多里路 五天的路程 从莫斯科到北京 总得走三个多月了 啊 就是这么多的路程 要照这么说 从北京 到你的老猫拉石法 得走三个月零五天呢 路程倒是远点了 这么说 这个地方不属于中国 非要多罗高兴了 哎呀 公爵说的再对也没有了 卫小宝 卫小宝 举起酒杯了 请喝酒吧 卫小宝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他如何跟他要这亚克萨城呢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